哈喽,大家好,我是戴若木鸡 粉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白板局的是要讲解 我那是热点的枪火战区 它的标题写的是排行榜前60名 一般说是前60名的话 实际排名应该就是五十几名左右了 想看视角吧 我想看一道 哦,被架死了 对面有关有两个人 复活 这怎么前面都没有人啊 现在四个人都在后点 虽然他是刚复活的 结果就有去点A大了 自己也跟上 前面他丢死了 看看能不能补个枪 油罐没人 但白方里又人 进步开摸了 好家伙,玩热点也带来死技吗 热点带死技是没问题的 但这样玩对双方的一时要求都很高的 如果自己一时低 那带死技还不如带小拳头呢 但如果对面一时低 那也用不到死技 热点带死技主要是能来抢一些很重要的点用的 比如对面有人把白方铁楼这种点占了 疯狂打过点 然后你漏脚步走过去还抓不死这人 那这种情况就得用死技了 不过说的怎么说 但根据我看了这么多视角的经验 我感觉排位里大多数情况还是带小拳头说一更高点 因为排位的对决很多就真的属于是那种 不用说对面会想优势位置打过点了 就是否会听脚步都撑移 但对手不会听脚步的时候 小拳头何尝不是高配死技呢 乐具死技的作用是跟对决的强度成正比的 对决强度越高 其实作用越大 对决强度越低 那今天还是带小拳头 约尾出来了 但看样子现在也没有想放的意思 这种时候其实就可以放了呀 他现在放约尾 现在放约尾的时候也是不如刚手点的时候放的 而且他这个地图怎么又是不会跟对自己旋转呢 这种图看的真的好难受啊 算了 没人的习惯不通 有的人就认为这样的比较好看吧 打了个一大的 防守抗铁一 天罗里也是有个人的 他好像死了 开个TAK 把闪拉出来 打掉一个 那倒没人了 不过约尾扫到了 白防有人 哇 这波直接创了三个 又有个人进白防了 他再打两个空袭就出来了 好的 再打一个就出来了 现在把白防占了 刚好回到下个点了 门口还有人 收掉 他这波在门口的灵性划伤很关键啊 对面是打了体验枪的 如果没这个划伤 他肯定就要死了 像这种划伤就可以体验出对象理解 个人对象的时候 知道地位怎么操作 在对象上是有优势的 一般那两个人枪法 环境差不多的时候 拼的就是对象理解了 让对手去踩点 接在点方断人 打掉一个 看眼里面 约尾飞显是还有个人 带走 飞机群也出来了 不过典里有人 这里面怎么有阴啊 这些如果是对面分的 那这些分的真的好 但如果是队友分的 那他妈真该死 这不是帮对面分的阴吗 又收了个头 可眼屁股 马鹏飞人了 但抢马了 总结吧 今天追随龙用事儿不准打分 先让你们沉浸似的看一会儿 好的 你们可以给分了 那再来刷我的评价 晶片之类选手 枪法已经可以给到 传奇T1的水平了 他的定位和跟枪都非常准 而且马枪的频率也比较低 再来刷他意识 他意识也已经可以给到T1的水平了 对象理解的造诣很高 并且对负墓点的理解也很强 他整局下来好像都没有怎么死过 当然死这么少有大很强的原因 但也有对面确实比较弱的原因 对面除了枪法准之外 真的就只剩枪法了 看到后面我感觉 刚刚那个白方言应该是他队友丢的 因为对面基本都不丢道具的 出来的时候也都是刚拉 然后五个人 一个人都不打约尾 我还特意回去数了一下 他们放了十个约尾 对面一个都没打过 真的就整局下来 三分之二的先态地图上都有约尾 他打人就基本是各种育苗天抢 对面玩到后面被干的都没有强点的欲望了 行吧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下期视频见